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一份 好的 各位星期是不是很好呢 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塔斯新闻 昨晚上应该都看这个 宇秋看到很晚 就是这个奥运的男双金牌战 那么在林洋 也就是李洋跟王麒麟 他们的坚持之下 一分紧紧扣住所有观众们的心 那在这个 我这个要看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跟我老公私讯 因为我用了各种的app 有的是因为版权问题 有的是因为网速问题 然后我还跟家里面连线 然后结果我们家的网速也坏掉 就是网路也坏掉 然后中间一度当机 然后最后我们只能最原始的 看那个YouTube的比分而已 但后来还是接上了一个app 然后是分数跑在赛事的前面 所以我们就是知道分数 再看到他是怎么打下来的 这样子很克难的 把它看完还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再看这场球赛 事实上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中国他们是这个 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双 那这个李洋王麒麟 在赛前的时候呢 这个大陆网友就讲说 他们是平常在装傻 然后奥运就装疯 专门是这个是奥运限定组合来的 他们我想李洋王麒麟这个记录 真的非常了不起 就是连续两届的奥运的金牌 你看时隔加起来八年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当然这个在场上 如果你在转播都可以听到 场上这么热烈的声音的话 我记得我在网路上看到很多人说 观众席非常吵 然后呢就是 有人说两边是相抗衡 然后也有人说是 这个台湾观众很吵 我想就人数来讲的话 两边应该都一样吵 而且有很多的老外也都在 这个就是一起大叫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也有人说 这个赛场秩序裁判都不维护 我看是没办法维护了 因为听说场上在打 有的球员说场上在打 然后观众席在对吵 就是叫对方说 什么闭嘴什么之类的 就大家就吵起来就对了 那事实上呢 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那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其实在赛前呢 会看到这个中国的选手是00后 都是20来岁而已 那李洋王麒麟呢 事实上有一点被调侃说 之前就是说 就是他们是奥运限定组合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啊 其实就是说这个 你不觉得很看运气吗 你比如说像周天成 他连续几届都是 就是八强止步 然后呢像是球后戴姿影 这一次是阴伤 这个因为他的膝盖的伤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这个第二次的奥运之旅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 像就是网友评价嘛 就是说啊你们怎么会 平常的成绩说说林洋配偶好像不咋地这样 然后怎么会这个 每次奥运都可以表现这么好 所以这就是曲线 所谓的曲线就是说 你要看你你是不是刚好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在这个奥运 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说你就不胜受伤了 然后前面表现都很好 可是到奥运这时候受伤了 那你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啊 那李安王麒麟是成为奥运史上第一组 羽球双打项目连霸成功的黄金组合 拿了连拿了两次金牌 那他们这次也是五连胜晋级金牌赛这样子 那其实这次中国组合呢 我们讲的是世界排名第一嘛 两尾坑跟王场 那事实上他们有五次交手记录 那2023年雅锦赛八强的时候呢 林洋配是以2比1获胜 那2023年杭州亚运 羽球男团第二点 林洋配以0比2落败 那2023中国羽球大师赛八强的时候呢 林洋配又1比2落败 那2024年法国羽球公开赛呢 林洋又以1比2落败 然后到2024年全英公开赛 林洋配才以2比1获胜 所以双方在五次对战 有四次是打到第三局才分出胜负的 那这个事实上林洋配呢 这个一路在第一局的时候就领先了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一局拿下 21比17拿下第一局 那第二局事实上林洋配那时候 我们就想说到底会不会第二局就结束 就没想到就胶着 然后结果呢 这个最后是21比18 这个被迫这个延长到第三局去了 那其实这个关键的决胜局呢 非常非常的紧张 就是一分一分的那两边又不断的挑战 事实上以我出浅的打羽球的这个经历 非常出浅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是这个就是若不专业请大家见谅 就是我在看到第一局的时候呢 这个当然一开始的回球 你一定是他们打的发小球 你当然是会置中回球 但是接下来的第二球回球 又还是在打给对方的中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怎么不变线呢 然后到第二局第三局 他们就变线了 就是变方向 大角度的往底线 或者是左右两边去掉 这样子一掉的结果呢 其实就会让后面的这位球员 他就会比较重心不稳 所以好几次 其实他们这样掉是成功的 左右掉洞之后 又因为他们难刷 你知道双打的球速非常快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他们的球速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像我记得好像是第三局里 王麒麟有一球呢 他是拍子挥快了 为什么 因为对方其实来的球速没有这么快 一个挥拍 结果反而那个球慢慢的飞过去 所以其实又可以感觉到 我觉得李扬在 他在二三局 其实李扬一直有一个很厉害的必杀技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自己在打雨球的过程中 有时候有不小心打出这种球的时候 就是软软弱弱的小球 往前这样掉下来 因为你在球速 这样的一个频率下 你突然来一个 这样子的时候 对方其实是会杀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所以这个不管是变线或是变速 变线是变你的方向 变速 我发现李扬打得非常之好 就是真的是会在 你知道如果我们偶尔在比赛打出这种球 我们就突然想到这是什么球你知道吗 羽毛球啊各位 羽毛球 所以羽毛球什么意思 羽 非常的轻 你知道不是啪啪啪啪才厉害 不是杀球才厉害 是你还是要能还原到羽毛球的最初的那个状态 就是什么 轻轻的 有时候你突然一个轻轻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滑球 就这样 或者是小球 就是掉到一个 他的重心已经被你啪啪啪啪固定在一个位置 而双脚没有移动久的时候 你突然变了一个 就是滑球掉在往前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重心来不及 所以这就是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恭喜李扬王麒麟 这个李扬王麒麟的这个比赛呢 在社交媒体上面 大家其实社群媒体上面 大家看到很多不同的感动 大家都发文了 送啦 这个很多也感动到哭了 还有人紧张到断气 还有人说冷知识 人在看羽球比赛时是可以呼吸的 然后大家要说这个醒杯的画面在线 那这个李扬王麒麟拿下羽球男双金牌 林扬佩成为史上手队 在奥运完成卫免金牌的男双组合 激起全台湾无数的感动与骄傲 这是非常非常的 真的令人感动 然后呢还有人怀孕 凯莉你运期的晚期 37周还在看这个金牌战 非常紧张 还有孕妇要小心 好的那这个我们看完这个比赛 我觉得是非常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教育 如果你能带你的孩子一起看 我是带着我孩子一起看 但是儿子因为要考试 这个要考大考 那还在还在那边一直等颁奖 我说赶快去睡了啦 那这个羽球叫他们钻石男双吗 林扬佩叫黄金好了啦 黄金 那全级美少女无师仪式在全级 女子60公斤 四强战呢 这个无缘挺进金牌 但是抱回铜牌 也是中华队第二面奥运的奖牌 这样子 那台湾的神射手黎孟元 是首位挺进奥运 定向非把决赛的好手 那他这个为台湾本届奥运 拿下第一面奖牌 所以是黎孟元 神射手 也是涉及对史上首面奖牌 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 那其实 我们的射箭 雷千银 第四度扣关奥运 那止步在16强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选手也不错 像小天周天成 止步8强 其他前面也打得不错啦 那未能进4强 是非常非常可惜啦 因为毕竟他其实有很多的 不同的公开赛 我觉得 就是成绩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 这个也有初次 这个登场的张伯雅 跨来美少女19岁 他也是初次登上奥运 殿堂这样子 分组第三晋级 但是预赛跑出11秒88 名列分组第九 就没有能晋级了 另外19岁的台美混血 勇将韩安琪 首次登上奥运的舞台 在女子200公尺 个人混合式 预赛中 游出分组第二 但是疑似 因为动作出现犯规 就被取消资格了 有点可惜 这样子 好 那还有这个 台湾桌球一姐 正一进 八强赛 遇上中国 球后 孙颖杀 然后就 直步八强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手 我觉得都 这个 小林同学也是 林云如在这个 南单八强的桌球赛 对上地主队的 17岁桌球星星 就基战七局 可惜最后落败 直步八强了 好 我觉得这个 很可惜我没有能看到 完整的比赛 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想 把每一场比赛 都好好的看一看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会觉得说 不管是输或赢 你会看到那个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看到 那个比赛里面的气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在看他们的表情 因为有时候你打到 体力有一点透支 有一点呼吸不匀称的时候 你的面相会变 你知道吗 还有你跟你队友之间 或是你自己的 战斗的时候 你会看得出 你脸上 细微表情的变化是 你能够看 这个压过这个关吗 还是你已经被影响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的 那这个 还有事实上呢 这个在 林洋配夺下雨球金牌 我觉得这是多少选手 心中的一个希望 你不要说两面 一面就好 我有时候觉得 你看体育当然是要讲实力 可是在运动员的生涯里面 也很要讲运气的 包括你的迁运 包括你自己的状态 状态包括非常多 不是只有受不受伤 因为你想 人都会有这个 就是 好运跟坏运的时候 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状态 有高潮低潮的时候 那有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听这个 一个棒球选手讲过 他说很奇怪 你那个 就是 手顺风的时候 他说他在打击的时候 那个球跟垒球一样大 这样过来 他就是看得好像那种 骇客任务一样 他就是看得到 打得到 当你不顺的时候 什么都不顺的时候 他说那个球可能 比乒乓球还小 怎么投过来 你就是怎么打不到 所以 我觉得 对运动员来说 其实他们一生 也是在找那些 秘密 就是自己怎么调到 最好的状态 包括你的睡眠 你的营养 包括你的这个 有些人是会说 我鞋子上 袜子 就像Curry说 他的秘密是 他的左右袜子 是穿不同双的 然后连他老婆那时候 都不知道说 真的吗 你是这样吗 他说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迷信 或者是拍子 你比如说 你的拍子被摄影师压断了 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然后心里就会 就是怎么说 心里就会觉得被影响 所以怎么样 不被影响 我觉得这真的是 很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你心里 要当自己的教练 要当自己的这个 心理医师 然后要当 你看 在那个比赛 你就讲这个林阳配 这一次的金牌战 谁听得到谁啊 教练能跟你讲什么 当很多时候 你看像 周天成也是 他自己的教练 对不对 那这个 在thread上面有人说 今天看到 拳击女将 陈彦琴 淋巴癌 羽球 一哥 周天成 大肠癌 超马好手 陈彦博 咽喉癌 他说 是台湾的环境影响 饮食习惯 过量的运动训练 或者是单纯几率问题呢 然后这个文姿云 他有回答说 是几率问题 那当然我想 我看一下 那个下面的大家留言 是怎么说 那奥运就是 一群需要运动的人 看一群需要休息的人 比赛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是真的很希望 他们在赛季结束后 好好休息 那 然后 有人在检讨说 我们热汤都用塑胶袋 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有人说 是因为疫苗 这样子 然后有人说 是不是很爱烧金钻 然后塑胶袋装汤 使用香氛扩香 等等这样子 然后全球每五个人 就有一个人得到癌症嘛 所以癌症基本上已经不是 以前那种很罕见的疾病了啦 但就是我看过一个资料 他是说 癌症其实就是运气问题 你的细胞每次在 这个分裂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 不同的这个危险 风险等等 好的 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 这个宇宙比赛 非常谢谢这些教练跟选手们 那么再讲到宇宙男双的中国这个组合 他们叫做梁王 这网友叫他们梁王 那他们其实很年轻 然后呢 这个过去的一些影片也发现他们很爱搞笑 然后包括他们说他们爱搞笑的这个 因子是不是来自于他们的教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刚搭档组合的时候 世界排名第444名 然后他们的教练就说 哎呀 我都还不知道世界有这么多组男双呢 就是还蛮会调侃的 然后呢 在好像他们打 这次奥运打击英国的时候 呃 这个 其中一位球员梁 梁的拍子掉了 他拍子还掉 就在这时候 好像王场就就得了一分 这样子 就是在他 梁伟坑就 这个接住一球之后 他的拍子就掉地上了 然后他要去捡拍子的时候 这个王场呢 就立刻一回 哎就得分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也蛮幽默的 我觉得 他们看起来是蛮放松 但是当然 我觉得是 呃 冠军战争的是压力哦 然后呢 说人家那个 呃 11分的时候下去 半场的时候下去 讨论是战术 结果没想到呢 他们下去来讨论说 哎 这个 这个凳子是LV的吧 这样 然后 说是吗 就就他们两个到底是 这个 就说 他们两个厉害 这个大家说 看起来不靠谱 但是就很厉害 因为人家排名是世界第一哦 所以我就再说一次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奥运 能不能拿牌哦 这件事情真的是 哎 我觉得时也 运也 命也 当然也有实力啦 呃 然后其实奥运会的官网呢 自己是可以 就是录自己的 呃 名字的发音 然后他们 大家都什么马龙 蛮正常的 然后 王昌 王昌 那个两位坑 两位坑 就自己在这边 玩自己的名字 就 毕竟是年轻人 然后就是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呢 就是 嗯 怎么说 就是一个历程吧 而且他们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的实力 是这么的坚强 哦 那 当然呢 这个 你看像是 呃 大家在讲体坛的玄学哦 就是说李中伟哦 这个马来西亚的李中伟 戴姿尹小戴哦 哈利凯恩 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却无缘大赛金牌 那领阳组合呢 是连拿了两届的奥运金牌 那从上一届奥运到这一届奥运 大家统计了一下哦 就说他们这三年呢 只有一个日本公开赛冠军 却大赛夺金 而且小组赛还多打一场 就这真的是命啊 这是体坛的玄学哦 就说无意冒犯 是有些是你不得不信命 那这就是球类的这种 嗯 对抗的竞技的一个魅力啦 哦 那你看像是 我觉得李中伟的 呃 伟大 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球员 那但是他也是有遗憾的 哦 所以这怎么说呢 那在这个 呃 我们看到这些奥运冠军当中呢 这个 其实很多是学霸哦 像是这个孙颖沙 哦 孙颖沙是这个 呃 乒乓球嘛 哦 那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然后呢 王楚清呢 是北京体育大学的 呃 张宇飞 呃 他游泳项目 哦 他是 南京大学的硕士 呃 马龙呢 是上海交通大学本科 然后 呃 就是大学 然后北京体育学院的硕士 这样子哦 哦 很多像是叶诗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 陈宇希是2024宝宋同济大学 所以 还有还有像是那个古爱玲 大家知道吗 哦 那个花花雪高手四 就是Stanford 哦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呃 都头脑都蛮好 我其实觉得就是过去我们在呃 好像说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真的不是 你知道球要打得好 然后竞技要好的话 其实他自己要做很多功课 然后要研究对手 你光讲这个棒球 他要做多少的功课 就是对每 补手要对每一个对手的打击强跟弱 然后比较不能外角内角什么都要背起来 然后要去配球 我觉得那个头脑就已经是不得了了哦 好的 我觉得奥运呢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也谢谢这么多精彩的呃 这个选手这个卖力的演出哦 呃 谢谢你的收听哦 希望你这个很开心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